大家好,我是启明,欢迎来到我们的频道 现在全球都在关注印度的疫情 目前已经变种成传染性更前的毒株扩散到了十几个国家 近日中共官员透露中国多地检测到了印度变种的病株 并警告防疫还没有完全结束 在4月29日疾控中心流行病首席专家吴尊友 在中共国务院的记者会上说 印度疫情的剧烈上升 亚洲等部分国家的疫情快速上升 应该说再次给我们敲醒了警钟 疫情防控远远还没有结束 吴尊友还说中国部分城市检测到印度变异病株 这里我们加一句 其实这是中共病毒的变种而已 就是新冠肺炎的变种而已 很多人把它叫成是中共病毒 吴尊友说实际上疫情流行以来 病毒变异一直都在发生 只是流行不停 病毒都在变异 所以落实防疫措施最为关键 既可以终止变异病株的流行 也可以防止新的变异的发生 他还警告说 五一假期在即 防疫工作可能会面临新的难度 当下之际 落实防疫措施最为关键 不过他并没有说明中国哪些城市出现印度变异病株 这个是目前中共自己承认的 因为中共的信息不透明 很可能在为下一波的病毒流行甩锅或者推责任 让人担忧的是现在正好赶上中国大陆的五一长假 官媒29日的报道说 预计今年假期期间 科医链高达是2.65亿人次 这个是很厉害的 达到了历史的新高 可以显现很多很多地方恐怕都会出现人山人海 中国人是被疫情给逼急了 憋在家里 所以赶上这个时候赶紧出去玩玩 当然问题是出在中共了 中共隐瞒疫情 国内就是看不到真实的消息 据悉今年五一官方刻意的还安排了补偿式的这个假期 除了提供许多今年过年期间不能访先的民众可以回家探亲外 另一个主要原因是为了促消费了 目前的五一假期旅游预定链已经成这个报复式的增长 就说这个初期的人实在是太多了 咱们做这期节目的时候呢 很多中国的朋友可能已经在外地或者旅游了 目前中国已经有这个印度兵力 也就是中共自己承认的 五一期间的人员大流动 会再度引爆这个疫情吗 真的很难说 有多少这个无症状者呢 但是中共现在没有钱啊 下面的官员也不敢网上报真实的疫情数据 搞不好这是要丢官的 中共又报道假消息 让中国人误认为呢中国是世界上最安全的 是防疫最成功的 在欧洲 美国 印度 这些国家呢都快要灭国了 这个是微信朋友圈经常能看到的留言 快求求中共 求求中共就你们这些国家吧 这个不是我瞎说吧 很多朋友可能在朋友之间 海外的朋友可能经常都能听得到 在微信上也能看得到吧 很多海外的华人还买高价机票回国 有的华人甚至为了回国造假 中共要求的健康码 有的回去还被抓 现在据说造假这个健康码的话 回去还有被判刑的 海外华人也基本上都是在看微信 所以人在海外 但私险被中共控制着 其实真的是很可悲啊 这个这个海外的朋友 大家可能都明白 那么这种变种的病毒 是怎么传到中国的呢 据中共官方29日的通报说呢 新增11例 其中10例为印度一路病例 一例为印度一路的无症状感染者 这些病例是来自停靠在 浙江州山的一艘香港籍货轮的船员 尽管州山市卫健委声称的 目前未发现本土密切接触者 也就是说呢 这些人在轮船上还没有跟州山市的 这些人接触 但中共政府什么时候说过实话呢 这个咱们还真的得打个问号 这波最先在中国爆发 传至国外 再由印度传回中国的病毒 不容小觑 印度疫情失控主要原因是变种病毒 这个名字呢 叫做B1617的 目前至少有17个国家出现这种变种的病毒 变种病毒除了让感染者感到喉咙痛 发烧 身体酸痛 这个味觉 嗅觉不灵以外呢 这次还出现了包括腹泻 腹痛 睫毛炎 皮疹 意识模糊 甚至口鼻流血等等症状 就是比以前的更加严重 不仅如此 这个病毒还出现了三重突变的病毒株 就是说这个变的过程已经非常的厉害了 上次我们谈到刘伯恩的预言推悲图中说 三五月温神满地 八九月二人死尽 路途人死无数 一万之中十九千 不到十年八月温神天见 大地十分人死九分 十到二人无一存 末节年人名不安 无骨不收 三五月温神下界 该年急诊其特 大多列无药能医 无医能条 这里说是大瘟疫可能在三五月全面大爆发 八九月结束 人间的坏人 二人会全部被淘汰关 十个人中十九个 而且这场瘟疫无药可治 无医可救 当然这个是预言了 咱们只能做参考 但是这个疫情爆发确实是很厉害的 咱们再来谈一谈现在的热点台湾 大家知道现在台海局势也是成为全球焦点 有美国媒体报道说台湾已经成为全球最危险的地方 现在谁也不知道习近平的真正意图和他的下一步的举动 若台海爆发战争 兼成为世界的灾难 前美国国家安全顾问麦马斯特就认为 习近平兼台湾视为下一个大奖 台湾自这个2022年起便可能陷入军事冲突的最大风险当中 马斯特在两周前的一场论坛上还再次警告 台湾目前处于极限危险的时刻 如果中共军方真的相信官方的宣传而造成误判 就可能会让台海出现军事冲突 经济学人表示现在谁也不知道习近平的真正意图 谁也不知道他与继任者未来的行动 中共可能会耐心耗尽 习近平的胃口可能变大 尤其是他若想要统一台湾替自己锦上添花 台湾已成为中共和美国的竞赛场 中共的突击将考虑美国军力以及外交和政治的决心 假如台湾失守美国在全球的盟友兼知道 美方不值得信任 所谓美国自视将会瓦解 其实要我说呢 这真的是中共的回光返照 中共能熬过2021吗 真的很难说的 习近平现在根本就顾不上台湾 他现在所谓的这个就是军机扰台啊 都是转移这个国内的矛盾 他现在得把他自己的位置坐稳了 再去想这个怎么去收复台湾 但是他能不能作稳都很难说 中共能不能熬过2021 2022真的是很难说 外国的学者呢 他是看这个中共 其实很多人看不透中共 中共现在就是忙着内斗的 内斗完了 真的很可能关于咱们很多的预言来说 中共很可能真的就在今年 明年就能完蛋了 而且现在中共的战狼外交 引起国际社会高度关切 在台湾问题上 除了现在美国和日本两个国家公开这个表态 支持台湾外呢 像澳洲啊 欧洲这些国家 现在也都出来支持台湾 我相信啊 我做过一期节目就是说 中共会亡于台湾 这不是说说的啊 目前像法国军舰已经进入南海海域 德国英国也出动这个航母和军舰 随着越来越多的国家揭露 中共陷入联军合围之中 这也令中共的处境越来越尴尬 那么有很多朋友可能会问 或者经常听到这样一句话 好人不长寿 坏人活千年 这句话表达出对人生的无奈 和对善恶必报天理的质疑 中共恶事作绝 什么时候倒台呢 为什么还不灭亡呢 我个人认为啊 中国人被中共迫害和洗脑的 已经是善恶不分 咱们说中国国内的 看不到自由信息的 神可能给中国人更多的时间 去认清中共 和做出自己的选择吧 因为神给每个人的选择 都是公平的 所以说呢 外边的人看到的信息可能多一些 但是中国国内的那些民众 得让他有更多的时间 认清中共的邪恶 和看到真实的消息 也许是这样吧 我是启明 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了 如果有朋友对我们这个视频感兴趣的话呢 然后点赞订阅分享我们的视频 谢谢大家 再见